这个应该是世界上第一个 可以做到这个功能的智能手表了 这个功能很强大 可以直接在手表 塞上WhatsApp 嗨 我是Kalun 拿了这个Samsung Watch 6 Classic 已经差不多一个月了 然后某一天我突然发现 原来它是有很多很好用的隐藏小功能 买了手表的你 一定要知道 今天我们就直接给你 端上六个隐藏功能 这样你的千多块才不会白滑吗 第一 很少人用 但是很多功能的表盘 第一个 Photo Sticker 你长按了之后 你滑去后面 Add Watch Face 然后你往下滑 Photo Sticker 按进去 然后我们按Customize 在这边其实我们就可以换Late Out 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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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照片 也是可以换 在这边我还可以Zoom大Zoom小 按OK 换颜色 这个 这个青色很美 OK 这个Emoji还可以换啦 你就可以设定一个你自己喜欢的 比如这个笑脸 然后这个布束 如果你不要是S布束 你也可以换成 Chance of Rain 看今天下雨没有 跑步不要换 换去游泳 OK 登登 那有几个比较好玩的表盘 那有几个比较好玩的表盘 比如说这个 Burbeture 你不要看它这样子的样子啊 我们进去Customize 诶 看到吗 这个是可以换的 但是我喜欢这个 然后颜色 全部可以换 然后你还可以换十针的颜色 分针的颜色 秒针 是不是很帅 然后旁边这边可以完全看到 现在是October September 然后今天是几号 全部show完在这边 那如果你是喜欢比较资讯型一点 你就可以选这个Info Board 你点进去之后 其实这边呢 你就可以看到它 可以一次过看到 天气啊 心跳啊 下不下雨啊等等 然后你看可以调颜色 Font 可以调 哇这个粗粗的 就完全可以在这边看到 很多资讯这样子 心跳 那有些人呢 他们会比较注重睡眠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Sleeping Coach的表盘啦 OK Walshbase讲完了啦 现在我们轮到小贴士 第二点就是App归类 你按着啦 就可以把不同的App 放在同一个folder啦 比如说我把这个天气跟闹钟 放在一起 看到这个点吗 点一下 可以换颜色 然后folder name这边呢 你还是可以自己打 甚至说 你可以放Emoji 放一个狗 叮 是不是很cute So这边我就把几个App 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整个layout就会变到很整齐 然后你还可以跟着颜色分类 还有还有我发现一个 很可爱的App 叫做Thermo Check 它是一个可以用手表来测试任何温度的一个App 那我们下载了之后点进去 然后按Leaving 然后我们就可以跟着一步一步的来测试温度了 OK拖手表我们现在去测试 这一罐水是我刚才从冰球拿出来冷冷的啊 然后我们按Leaving 然后按One Time 然后我们按Basic 它这边是有讲要2cm away啊 大概这样子是2cm啦 看到吗14度 好了啊25度啊 很厉害啊 这个应该是世界上第一个可以做到这个功能的智能手表了 第三点 一次过Set很多Timer的时间 那如果你是那种很喜欢SetTimer 比如说你的运动时间啊 Full Mask泡澡时间啊 煮饭时间 休息时间啊 这样这个功能就很好用了 所以我们在第一页 我们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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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 然后我们就找Timer 点进去了之后你看 它可以一次过 看这么多 你加的话还可以再多 第四 除了眼睛看时间之外 有没有想过其实你是可以靠震动的咧 打开Setting 然后我们滑下去 找到Accessibility 然后再去找这个Advanced setting 点进去了之后再找这个Vibration Watch 然后我们按On 按了On之后呢 Watch Edge就会透过震动来告诉我 现在是几点 加上我的手势 两个手指点表白一次是算小时 点两次就是三分 多少分就真短次啊 请啊 匹匹匹成功 二十八分 它是怎样止到是几点呢 比如说现在是9点的话 它就会震9次 3点的话它就会 嘖嘖嘖嘖 cert三次 像如果是11点的话怎样呢 它就会证 嘖嘖 如果是分钟的话 比如说现在是35分嘛 它就会大力的 嘖嘖嘖 小力的 嘖嘖嘖嘖 那可能有些人他会喜欢传统表的感觉 这时候我们就按Setting 然后我们就去选Sound and Vibration 按这个System Sound 然后我们选Ticking 开了之后基本上手表就有TickTickTick的声音 它就很像一个传统手表了 我给你们靠近一点听 第五 紧急情况Core999 只要你遇到紧急情况 你按这个Button5次 手表就会自动帮你Core999 1 2 3 4 5 看到吗? SOS 而且我发现除了可以打给999之外 你可以Set成你要打给别人 这边我们就按Safety and Emergency 然后Emergency SOS点进去 然后Emergency Number 2 Core 这边我们可以选各种 110、112 或者你滑到最下面Custom Number 这边我们就可以打 你们的男女朋友的电话号码 然后有什么事你就直接按5次可以直接通知他 1 2 3 4 5 就直接Core他了 我不懂我是谁啦 Lauren打的没有这样长号码 第六 这个功能很强大 可以直接在手表下载WhatsApp 所以我们现在先去Play Store 下载WhatsApp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选你要不要加进去你的WhatsApp 我这边是假了啦 然后下载了之后我就可以直接在手表上 Reply Message 或者是Voice Message都可以 你看这边全部是我的Chat OK 哈啰哈啰 吃饱了吗 发送 还可以听回去 哈啰哈啰 吃饱了吗 而且你还可以直接把你的WhatsApp加进Touse里面 所以我下次只要一直滑在页面 我就可以直接看到我的WhatsApp的Chat了 我点就可以直接开始Chat 重点啊 只要你连接过手机 你出道去你没有带到手机都好 一天你的手表有连到WiFi 它都可以收到Message 这个功能是不是很强大 简单来讲就好像一个移动的WhatsApp Web 但是它是手表来的 WhatsApp Watch OK 刚刚我们讲了这么多功能 其实我个人最喜欢的肯定就是WhatsApp 跟第二个是Timer这个功能 因为我觉得忙起来 有时候你不用拿手机上来 直接用手表去回复WhatsApp 是一个很方便的东西 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们过后 也有发现什么隐藏的小功能 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 下次update给你们 看心情啦 OK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